豬怕肥 人怕出名 這個董哥因為這樣子 所以有人要寫他 那董哥之所以這麼出名 他就知道《綜藝大集合》二十二年 在那邊一起主持了二十二年 胡瓜 還有你 瓜哥 對 瓜哥那個節目還在做 還是收視率還是非常好 那後來這個二零一八年 這個董哥你就去中國發展 三年 是 對不對 嚴格講是兩年半 兩年半 兩年半 去那邊這個有沒有 你覺得有沒有文化上的不同 應該講非常大不同 非常大不同 包括吃的東西 我們就不一定能夠習慣了 台灣我講真是美食天堂 大陸東西比較粗 所以他們講就是講粗糧 吃粗糧就比較 而且它的手法就烹調的手法 也沒有像台灣這麼樣的精緻 我們當時講台灣雖然小 但台灣是小而美 而且小而很可口 小而很可愛 東西好吃 然後人民又很熱情 但是在這個內地 這個中國大陸 大家這個人跟人之間的距離 你都會感覺到是有 切許了冷漠 以及我在防止對方 這可能跟他們的出身呢 一直都是以 在最早文化大革命鬥爭前 他們的爸爸媽媽什麼的 所以只有鬥贏對方的人 你才可以生存 成者為王 敗者為寇 鬥不贏的就是下九流 鬥贏的就上九流 上三流 那你沒有經過那樣的訓練 在那邊你這個適應 很辛苦 我必須去找認識的朋友 找了半天 結果他在山西省 山西省那裡哪有什麼 製片廠什麼 或者我的朋友在深圳 深圳做生意的 你做企業 也做什麼的 但我不是 我是要找拍片的 拍電視劇的 拍電影 那是我的本科嘛 所以後來呢 為了要去認識這些 所謂我們的圈內人 都做娛樂行業 開始到處請人家喝酒 請人家吃飯 於是呢 要打點 要打點 在大陸就是有關係 沒有關係就找關係 找到關係就沒有關係 人治社會 人說就算了 所以拿到什麼什麼叫自由 什麼民主 什麼這個 就是都得聽一言堂就對了 但是沒辦法 我還是找到一串 一串都可以幫助我的人 於是當我花了五筆多 當我代券的錢都花在 喝酒的酒前 約飯的飯局的錢上面之後 我才開始慢慢的有戲進來 然後並不是太大的 然後我才慢慢的 累積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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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 我要看他能做多久 做到中國發展的夢 中國夢 對 當然我比較遺憾的是當我把一些 大陸有經紀人簽我了 我們也跟 我也跟某些公司合作 都談定了合約了 結果二零二零年 COVID-19來了 疫情來了是相當的辛苦的 很殘忍 很殘酷的 他絕對是武漢已經封起來了 那這是你們你們只知道武漢封起來 事實上很多人不知道 湖南湖北也封起來了 他周遭的都封起來了 就是漢口這邊 這邊就是別的 那個所謂武昌起義的地方 那個有個三個那個城市 武昌漢口漢陽 武漢 湖南 湖北 最後聽說北京也要封了 那北京要封了 那我就要先封了 因為我就離不開北京了 只能進 不能出或只進不出 因為許多的大官領導 都住在中南海 就在北京 所以為了怕COVID-19五萬肺炎 去影響 去讓某一個領導確診 所以只有把北京封起來 所以我就想了半天 我趕緊 我就想明白了 我在那邊趕快訂了一個 就是訂單程機票回臺灣 而且我還記得是紅眼班機 晚上兩點鐘班機 直接飛到臺北 所以你在那邊耕耘了兩年多 最後是用這樣的方式出場 對 我從二零二年大年初六回來 到現在 我都沒有再回到中國去 可是鄭大哥 其實我這邊稍微補充一下 就是說其實董哥講到這個歷程 其實跟我們知道外界知道是兩件事 怎麼說 因為那時候其實董哥他辭掉 那個《綜藝大集合》的時候 我們聽到的資訊是 因為那個流星花園的關係 所以演山菜壩的關係 所以董哥在那邊已經非常有知名度了 對 然後而且我那時候就是間接 就是認識那邊有一個 所謂的食品的供應商 他要做所謂的食品的產業鏈就對了 他說甚至董哥在那邊有拿到 所謂的授權費 你有做在那個中國是不是做蹦丸 做蹦丸 對 然後好這個是一部分 然後再講說那邊的戲劇 就方方面面我們得到的資訊是說 你真的在那邊很 真的發展得很好耶 可是這樣聽起來覺得 跟這個所謂的事實其實落差很大 聽說他們給的費用很高是吧 給的費用很高 比如說我拍戲一集是五萬塊對不對 台灣 那他們那邊也是五萬 但是五萬人民幣 那叫乘以五嘛 對 沒錯 四到五倍 這一點是因為市場的關係 人家本來就有十四億市場 要是我沒有這麼大市場的話 那當然 那你那邊為了打點 所以這個花了很多錢請客吃飯 對 喝酒 身體有喝壞嗎 其實就是我講 那時候就是我 我人生最胖的時候 八十八公斤 那你平常 我的山高不得了 然後那個膽固醇到了五百 然後一般的三酸甘油脂 一般是一百多對不對 對 我是四百多 三酸甘油脂 都三倍 我都已經是 我都已經在玩命了你知道吧 總膽固醇五百 三酸甘油脂四百多 四百多 所以呢 八十八公斤 那你就是從幾公斤衝到八十八公斤 我大概是從七十八 只好胖了十公斤 只好胖了十公斤 而且大陸大陸都是吃米飯嘛 米飯嘛 麵條嘛 所以這種這種掉粉類的 再加上每天喝酒 這個要快的速度是很大的 那除了這樣之外 還有沒有什麼潛規則 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是男的所以沒有什麼潛規則 總共不要潛規則別人就好 你在外地應該不敢吧 我知道說在外地要更敢才對 你老婆小孩在臺灣嘛 對 也沒有管我 我更敢 但是還好我是個很自律 很潔身自愛的人 我們都是迎貨兩棄的 只是她沒開同編而已 但是 真的要花錢 不花錢更貴 這我耽誤聽到了 很多一線的女明星 你只要跟這個華儀 就都已經講出來了 北京最大的也是 中國最大的電影公司 就是華儀兄弟 你也知道 馮小剛 趙薇都是他們簽的 黃曉明 Angela Baby 但凡能夠跟華儀的這個老闆 能夠來上那麼一腿 你就是下一部戲的 就發達了 你不要講到李文婉都想去花錢 他怎麼不早點講 我現在老了 你可以職業的這個歐巴桑 人家是 少女 他今天帶你不保 少女 你也少婦 不過文婉是 我進來之後是不是跟你講 你看起來越來越漂亮了 你看 真的 沒有 你老花嚴重了 還是演歐巴桑 還有點回春的感覺 來不及了 歐巴桑 那董哥你這樣在那邊 所以我的意思不是沒有 是有的 只是這種東西也不可以 不可能講太白嘛 對不對 當然當然 我問一下 兩年多你花了多少錢 幾百萬有吧 幾百萬 對你來講應該是影響不大 但因為我後來 後來我開始一年以後 我就有戲開始拍了 電影在接了 是 有收入了 所以你現在在大陸的這個互聯網 也就是說騰訊 優酷 愛奇異 你只要一收董 智 成 這三個字 其實是很多作品可以看的 有大的連續劇 七十級的 也有短的連續劇 也有微電影 微電影 也有大電影 那 你說沒有收貨是騙人的 還是有一點 新聞娃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